锦铃正在兴建中的细子运动中心 地势比较低的福隆宫 一直以来只要下大雨就容易出现积水情形 虽然有放置了抽水马达 但是效果有限 所以在接获陈情之后 一号上午医院廖正良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回看 是桥头福隆宫锦铃细子运动中心 因为地势比较低 现在只要下大雨水全往这里拍 虽然公所是设置了这么一部抽水马达 不过庙方表示根本来不及拍 这个最后水的摩托三个抽也抽不下去 这种菜异固就是说这种水还要处理 有一个印井在这边 所有的水都排到这边才抽出去 他们认为说这边的水在这边的话 假使万一这个马达堵塞了 就没办法抽出去 这个整个就淹起来 所以他们接受在这个福隆宫 在这个水源路的前面做一个节水沟 在接获成情之后 一号上午议员廖正良也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的地势太低 所以也将请相关单位在水源路上能够设置节水沟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可以看到运动场的植栽 根本都紧贴着庙方的窗户上 不透光也将一并改善 一个湘涵的上面太靠近这个窗户了 对整个的光线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请新加完成之前 要把这个容数码移开一点 整个光线还有排水比较会流畅 那这个排水的问题 这个地方是属于工手跟水利局的业务 那我们再另外排一个会刊 我们就请工手跟水利局尽快来做这个节水沟 水源路增设节水沟和运动中心的工程无关 将请水利单位再安排会刊改善 至于职灾也将在近期内移走解决问题 接着陈慧玲细子猜报报导